作词 曲 李宗盛 同文同种,价值观相对接近 都要开拖 更何况不同文不同种 不同宗教信仰 所以我有時過去,我一直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看到你奧空帝國,你又立巴爾幹半島,奧同萬帝國,你又立巴爾幹半島,你立巴爾幹半島地區的信回教,奧空帝國那些信基督教,天主教,你又立信回教的地方,奧空帝國你立巴爾幹半島,你又立信天主教的地方, 東正教,本身奧空帝國是天主教的,其實巴爾幹半島那些是東正教的,很多都是,不是全部都是,有時我們是很難分得清楚的,總之信耶穌,我就簡單一點,總之信耶穌,信真主阿拉,分兩尾的,其實歷史學裏面有一個分類的,把巴爾幹半島等等的問題歸納成為Eastern question,東部問題, 你聽過啦,東部問題,就在非常複雜,到今天都仍然未完全解決,不過呢,就有了歐盟呢,有了北約之後呢,情況就好了一點了, 今天呢,塞爾維亞也蠢蠢欲動的,都是呢,想幫一下俄羅斯的,但是呢,幫不了什麼呢,因為它本身你塞爾維亞是被所有北約國家包圍著的, 你根本是沒有辦法生存到的,這個,它那個情況跟俄羅斯一樣的,因為在這個國界劃界的時候呢,其實當年,當年打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呢,其實就,塞爾維亞一直有一個地方,它想立的,就想立波斯里亞的, 因為波斯里亞,如果它立了之後呢,就會有一個出海口的地方,海岸線,對於塞爾維亞做生意,是很有幫助的,因為塞爾維亞呢,它一戰之前呢,它是以農業,出口洋務為主的,那它一定要透過海運的,但是最契弟呢,就是因為,它想立的那個地方呢,波斯里亞呢, 就是後來被奧空帝國立了,那所以,塞爾維亞就慶得火使這樣,就是它真真正正正成為一個內陸國家,在巴爾幹半島被包圍的,所以這個後來,這個叫俄國就看中了這個塞爾維亞的弱點,它就拉攏它了,之後就這樣搞到大頭髮了,所以我重點都是想說,你立了一些不同民,不同種的地區呢, 以巴爾幹半島為例呢,如果你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大家有強正勵志,管治得好的,那當然沒問題了,大城砸死蟹,誰不聽話就散,但是當你國家弱的時候呢,那個反彈是很厲害的,很嚴重的,所以你立一些本來不屬於你的,或者是你未必能夠管治的,你立了又如何呢, 可能會加速自己滅亡,也不奇怪的,這個就是我想補充的 好,講得差不多了,不過有一件事,有一場戰役一定要提的,克里馬戰爭叫做巴卡拉夫,巴卡拉夫,我不知道是否做得正不正呢,就是英國的輕騎兵隊,向俄羅斯的重炮隊衝鋒,稱為The Charge of Light Begray 英國的輕騎兵隊,有一隊英國的輕騎兵隊,向俄羅斯的重炮隊衝鋒的,英國當然是打敗了,因為那些騎兵你自己沒有炮,別人有炮,這樣射過來,你怎樣衝過去呢,結果傷亡慘重,是可歌可入的,但是呢,為什麼會出現一場這樣的死傷慘重的情況呢,是因為他的指揮官收錯命令, 本來不是向那邊衝鋒的,但是他以為向那邊衝鋒的,剛剛呢,他就是向俄羅斯的重炮隊衝鋒,別人有大炮,那就射你囉,騎兵是沒有炮的嘛,只有勇字,就衝得快的嘛,硬硬衝過去,這件事呢,英國人呢,今天都覺得是可歌可入的, 一個錯誤的決定,令到這些騎兵犧牲了大部分,也有首詩呢,是作了關於這場戰役的,叫做巴克拉薩, 我看有沒有讀錯,應該是叫做,Battle of Barakrafa,Battle of Barakrafa,Battle of Barakrafa,它是1854年發生的,在卡里米亞戰爭的中期發生的,大家有沒有聽過呢,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英國今天還經常說的,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有首詩也都同樣叫做,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Brigade 即是解雷的嘛 最最後呢,就講少少遠古的東西,因為我都準備了少少少照片,那就是一些... 到底看你,原先有些什麼人在那裡住的呢? 哦,這個就是正常的,我想講回我本行,講一些遠古文明 其實就...這個要講到差不多2000年前了 其實就...克里米亞半島,以及烏克蘭這一大片的草原 在2000年前就住了一班的游牧民族 這一班的游牧民族,考古學家或者人類學家,一般就叫他們做司機太人 其實這些人名,大家就不需要想得太過複雜的 我就最簡單,就是他們馬上的民族 一個游牧民族 那...好吵詭的,因為過去... 今天最最後要講這個司機太人 在中國的典籍,古代的典籍,都有提過這一班人 就是...叫做篩除人 那...是一班的... 而...是... 由牧民族 過去我們的理解,就是這些由牧民族 很主流的,這個是沒有帶偏見,沒有帶歧視的 他們逐水草而居,馬上生活 他們過著由牧放牧的生活 會做長途貿易,這樣... 他們沒有文字的... 那麼...如果我沒有記錯司機太人這個名字 就是...古希臘的人是幫他改的 那麼...其實就... 用回傳統的說法就是... 一個叫做有牧民族和農業...農耕文明的一個分別 或者一個叫做有文字和沒有文字的一個分別 那麼...因為司機太人,他沒有自己的文字 那麼...很多他們的紀錄,他們的... 歷史都是... 古希臘的時候的人呢... 就...幫他們書寫的 那麼...都是... 講來講去都是... 這個歐洲的... 歷史學之父啊... 這個...希羅多德 對他們有些... 的紀錄 那麼他們那些生活習慣就... 其實某程度那些描述就好像... 好像...我們... 中國的那些史籍那些,說的那些兇奴人那些 這樣... 有武器社會啊... 有騎馬啊... 接著又喝很多酒啊... 接著呢... 打完仗之後呢... 就會... 殺死對方呢... 就將他的頭... 剝了一塊皮... 就拿一個頭蓋骨呢... 就用來做... 做酒杯... 那就是這些這樣的... 故事...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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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規格蘭一大... 就可以出土了很多... 這一班斯基泰人的民物... 那麼... 那... 克利米亞都有出土的... 那麼... 那... 基本上大部份都運到俄羅斯 烏克蘭過去,自從克里米亞被俄羅斯入侵之後 一直都叫俄羅斯歸還這個文物 不過還什麼? 人家克里米亞都被人搶了 還叫人還文物 不過重點就是 我們看回這些柔和民族他們做的金器 藝術的工藝 視覺效果和手工 對比起所謂有文字的民族的首飾 其實是不相伴族的 所以過去一直有個討論 就是那些叫做有無民族 無文字的一些地區的人 究竟他們存不存在文明呢? 文明是怎樣去定義呢? 如果你只是說他有沒有文字 有沒有書籍、記錄 那你如果就是用文字來作為一個指標 有文字就等於有文明 沒有文字就等於沒有文明 這一種的說法就很落後了 因為現在看到這些 在克里米亞及烏克蘭一帶出土的這些金器 他們這些藝術品的造工 手工是比起古希臘時代那些所謂有文字的文明 是不相伴族的 香港的金譜都未必做到 是啊 他那個叫金器 即是他金器的藝術成份 那個視覺、那個美感 你是不需要對金器有無形式 不需要對司機太人有無歷史的認識 你純粹直覺一看下去 已經是覺得是不得了 我要說說 就是比起大陸的土豪嫁娶的新娘帶的金色 根本就相當之大方得體 你知道大陸的土豪結婚的時候 超越時空 土豪的新娘結婚帶著龍鳳鴨 帶到好像有皮膚病的款 很老套 哇 整個身都掛著 這些是優雅很多 2000年前 是的 那些土豪結婚 那些新娘要有那麼多金器 得那麼多金器 哇 我看重到自己走不到 而且這樣套上去 好像你皮膚生了皮膚病 套套套套 我看起來覺得很恐怖 哈哈 對 其實有很多解讀的 如果你說有文字 等於有文明 沒有文字 就等於沒有文明 這個就過於落後了 那你就純粹是想 它可以花這麼多工時 就是你可以想想它要製造這個 這個是項鏈來的 拐一條項裡的 你只需要想想它花了多少時間 去打造那件金器 那個手工 要花多少工時 去對黃金的野鏈 因為現在很多都檢驗到 其實他們以前的野金技術 或者是金器的純金度 是差不多等於現在的99.99 就是那個含金量 那個純度 是跟現在的工藝差不多 你純粹是看它這些設計 你已經知道 當時那些人的技術 科技的掌握 對於金屬的野鏈 相比它下面的古希臘文明 古希臘文明 我都未見過有這麼漂亮的金器 古希臘文明 出了很多哲學家 很多書籍 但如果你說論金器 論這些壽識 論這些奢侈品 藝術品 你看不起的 上面那個司機泰人 有木民族 他做的這些藝術品 就像你古希臘文明 那些不相伯仲 所以最後我想說 烏克蘭一帶這裏 以及克里米亞這一帶 其實二千年前 已經有很璀璨的文明 你現在看這張錄 它的手工真的不差 而且有寫實 寫實 還有許許如生 不會老套 它不是卡通化了 好像原始人 卡通化了動物 原始人有時畫動物 是相當卡通化 它是一個線路 我今天可能打到幾隻 你畫下幾隻 但現在這隻鹿 是許許如生 還有一點側面 有沒有留意 比例做得很好 是的 你留意 那隻鹿 有一點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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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動感 有一點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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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你知不知道屁股 是最難畫的 最難做出來的 這是立體的 這是金氣 是的 這是金氣 做得相當之好 儘管我們知道 它是一個雕像 一個金屬的雕像 但是呢 如果你說說真實感 相當之有真實感 是不是 我估計它 就要做一個模 做了一個模 之後再注 倒一些金液進去 做一個模具 做一個模具 其實也是一個 相對高的一個技術 所以 由做一個模具 去到採金礦 對於火的控制 對於溫度的控制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科技 但是這個已經是 2000年前 已經當時 烏克蘭克里米亞一帶的人 已經充分掌握了 你看 這兩個人在一起 喝酒 喝酒 它在左手邊 那雙腳 其中一隻腳 那隻右腳 是屈的 會屈成交叉型 剛剛腳底 按住地上 是成了真實感 那種彎曲 跟我們現在的腳 擺在地上 彎曲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雕刻的水平 和寫實的水平 是相當之高 還有 這兩個人 我猜都是男人 他們喝酒 肩膀很闊 雙手很粗大 有沒有留意 這裏有肌膩 即是肌肉的質感 是做得相當之有真實感的 所以是要感受 不是卡通化 不是亂來 而是真的好像人家寫生 當然 你一定要做個帽 給他住 但沒有人要刁割得真 那你鑄出來的東西才是真的 有真實感 很多人有得爭 有些人會爭 究竟出土的文化是 當地鑄造 還是外來 來料 訂造 這個又可以討論 這個有馬 有兩隻有馬 這個更好 是啊 人家結婚拿來送給人家 也挺好 哈哈哈 或者現在很多人在退休 退休 放退休飯局 是啊 很流行送 很流行送 是很流行送 送我給你 你做一輩子了 我還未有機會收 哈哈哈 周老鵬我問了一件事 這種人叫什麼人 你多說一次 可能觀眾都不熟 叫斯基泰人 他是不是白人來的 不知什麼膚色 相信是白種人 因為輪廓是似白種人 似高加索地區的人 因為都是在那裡附近 相信是白種人 輪廓 我們不知道膚色是怎樣 輪廓是似 不似土耳其 或者中東那些人 是似白人的 所以這次是 其實過去俄烏局勢 已經討論了一年 了 其實坊間 之前 很久之前 我看了一套 當作是入門 因為我對俄國歷史 也不是太大的感情才 不過其實也要知道 就是一套一書兩冊 俄羅斯一千年史 由遠古有羅斯人的崛起 一直講到普京成為總統 過去的大概一千年 究竟由羅斯人的出現 一直到羅萬洛夫王朝 再之後出現了俄國的革命 再之後出現了蘇聯 到蘇聯中間發展的過程是怎樣 以及到哥爾巴喬夫的上場 一直都說得 大家當作是一個通識 裡面有些內容都很值得參考 特別是說前蘇聯的瓦解 他裡面都很詳細分析 其實在哥爾巴喬夫上場之後 一直到蘇聯的瓦解 究竟中間發生了些什麼事 大家過去一直都有一個討論 哥爾巴喬夫是否蘇聯的一個掘墓者 即是幫蘇聯去掘墓 其實是否說哥爾巴喬夫是搞死蘇聯 令到蘇聯瓦解 其實歷史就不是 哥爾巴喬夫他上場之前 他是一心想令到前蘇聯重新強大 他很想前蘇聯重新強大 但是他一連串的政策底下 反而適得其反 最終就搞了個大頭佛出來 還有在蘇聯瓦解之前 主要就是烏克蘭的次爾諾貝爾核電廠爆炸 這個核電廠爆炸 其實對於蘇聯的瓦解 也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作用 裡面也有講到 另外之後 怎樣關鍵作用呢 我想知道怎樣關鍵作用呢 最簡單是人民覺醒 原來一個拔暴政 它隱瞞事實真相 原來牽涉到很多身家人命 性命財產 設以諾貝爾核電廠的爆炸 令到整個蘇聯的人醒了 當然了 後來也有一連串 就是哥爾巴喬夫對軍方的改革 提升了很多年輕支持改革的軍官 但是 小時候也想不到 這些支持改革的年輕軍官 原來它是 某程度是很同情 那些前蘇聯的家民共和國的人搞獨立的 所以當波羅的海那些國家 宣佈要脫離前蘇聯的時候 很多這些一手是波爾巴喬夫所提拔的 這些年輕軍官 它是不聽紅軍中央的指揮的 之後就骨牌效應 蘇聯就很順利地慢慢慢慢瓦解 之後就去到葉利欽 他討論到葉利欽是最壞的 就是把前蘇聯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 中間的過程有很多貪污 很多賤賴資產 好像以前政府賤賴領展那種做法 他裡面都有解釋到的 所以我覺得簡簡單單 了解一下俄羅斯 由俄羅斯人開始出現 建立基庫 之前我們討論的羅夫哥羅德 由維京人所建造的一些小國 一些貿易站 如何一路一路發展成為現在的俄羅斯 這本一書兩半 俄羅斯一千年 我覺得都頗容易看 當然啦 如果你說要一些重口味的那些 專注看俄羅斯史的那些 遲些有機會再推介 這些就當入門 那